字幕 confie 聖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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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 編曲 編曲 聖剑 徹聖剑 好 以上 就是我們要談 從 self 的角度 我們先 談了 Self-Understanding 然後談了 identity 然後最後又談到了 personality psychology 所以當我們把這個 Self 本身講完之後 我們就要開始延伸出去了 我們要開始看看青少年的社會環境 大概有些什麼東西了 所以今天要講的主題 就是家庭 我一直很喜歡一個台灣 已經過世的心理學家的著作 他叫做余德慧 他以前是台大心理系的老師 後來他轉到花蓮去 在東華大學後來在慈濟大學 教了非常多年的書 很可惜他英年早逝 但是他用全世界學的角度 去讓我們認識家庭是什麼 那我最喜歡他的一個說法 就是說 我們人在世界上 都需要有一些 流連的場所 有些孩子流連在不良場所 我們小時候最常說不良場所 就是半子房 打撞球的地方 是不良場所 那是我那個年代 那後來的不良場所 就是電動玩具店 那現在的不良場所 可能有的時候是網咖 可能還有一陣子說 KTV 也是不良場所 但是總是有一些孩子 尤其有些年輕人 他們會流連於這些場所 那我們就會問 他為什麼去流連在這些場所 因為家庭 才是每一個人 真正值得流連的地方 比如說我想你也許記得 在你的成長過程中 有些時候你就是很想回家 有些時候比如說你在外面 來台北讀書 當你遇到挫折的時候 你很想坐個高鐵 回家 你很想坐個客運回家 那家才是我們流連的處所 那余老師說 當我們放棄了家 放棄了流連的處所之後 我們就 身在野處 他說我們就會身在野處 他說一旦身在野處 野處新奇 但是缺少了我們下毛的場所 人就因而變得浪蕩 變得放縱 缺乏情感寄託 也缺乏原則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看到有些孩子 他放棄了流連於家庭 他跑到野處去 那當然是有一些原因 那他在這些 流連的場所裡面 因為是在一種野處的流連 就變得 人生的目標 那個安生立命的目標就不一樣了 原則就不一樣了 那人也就變得不一樣了 好 那我會在你們的Outline 裡面 介紹余德惠老師的書 那你們也可以自己去查 那下面我們下一節課就會開始講父母 因為家有各種形式 但是對未成年的孩子來說 其實最重要的家庭成員 就是父母 所以我們會從Parenting 的角度 從Family Parenting 的角度來談這件事情 我們剛剛說我們要把家庭回歸到Parenting 怎麼樣做父母 那中文把它翻成親職 那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看 做父母通常現在大家關心的是什麼樣的議題 有兩個字我們非常關心 一個是Sensitivity 一個是Responsiveness 尤其在孩子們小的時候 Sensitivity 是 家長是不是對孩子的需求敏感 那Responsiveness 是家長是不是對孩子的 這個狀況 有所回應 有所反應 有所回應 有所反應 所以我們可以說 有人翻成反應性 有人翻成應答性 意思都是說 家長需要對孩子的狀況有所了解 然後去回應他 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講 我們也可以說 一個孩子 在跟家長互動的時候 並不是單獨的 一個 一個方向而已 親子之間是reciprocal reciprocal 是 相互的 互相的 互惠的 所以呢 所謂的reciprocity reciprocal reciprocity 是說 其實真的現代的親子關係 要談的是reciprocity 而且要談的是synchrony 兩者之間是不是和諧 那在這個過程中 剛剛開始 可能只是剛開始只是caretaking 家長的責任可能剛開始只是caretaking 然後be sensitive be responsive 然後be reciprocal be synchronized 然後慢慢的 隨著孩子長大 到了青少年期caretaking已經沒有什麼了 重要的是socialization 是社會化 或者是有些心理學者也把它翻成教化 怎麼樣家長 可以幫助這個孩子 適應社會 變成一個社會人 可以在社會上立足 可以了解這個社會上的人情事故 也不要講人情事故啦 就是說我們有一些 典範 規範 準則 甚至道德 那是需要去了解的 隨著孩子長大 父母親 社會化的責任會越來越重 那到了青少年期 這些字 就會有一些變形 然後概念有一些變形 比如說社會化 也不再只是單獨的 家長為上 孩子為下 然後做socialization 那我們在前面加了一個字 叫做 reciprocal socialization 他們是互相之間 互相一起 來走向孩子最終的 就是 那個社會化的結果 那家長跟孩子需要互相的不斷的調整 所以呢 這時候我們就會說 這個青少年跟家長的關係 雖然是 家長有 家長有社會化的責任 但是我們會說他是一個 co-construction 然後是一個 co-parenting 兩者互相 然後慢慢一起的進步 然後讓孩子慢慢學會 這個社會上的一個狀況 然後 達到一個發展的效果 發展的結果 那這是在用詞上面 在概念上面 我們會看到的 但是 說得更廣一點 其實社會學家很早就開始注意到的 兒童發展或是青少年發展 他不只是在孩子本身 不是在親子關係 而是在家庭 在家庭的系統 所以這個系統的概念 family as a system 其實是社會學家先開始講的 所以我們要花一點時間講一下 什麼叫做family as a system 我們先用system這個字來講好了 什麼是系統 這個字 好像 大家每天生活中會遇到 但是又好像很抽象 這個課堂裡面所有的人來自全校不同的系 有沒有同學修過一門課 他的課名是包括系統兩個字的 有 有什麼 系統動態學 這機械系的是不是 好 還有什麼 會計資訊系統 很好 還有沒有 電機系的有沒有 或機械系有沒有 有沒有一門課叫控制系統 自動控制 可是也是講系統對不對 那除了課名之外 你的所有的學科裡面有沒有講到重要的系統 免疫 免疫系統 好 這邊一大堆 免疫系統 消化系統 呼吸系統 循環系統 對不對 一堆 好 還有沒有 大氣系統 有沒有 有 大氣系統 好 系統多得很 那系統有什麼特色 它有一個特定的模式 然後呢 有輸入 有一個控制器 然後有個輸出 然後有個回饋 那系統裡面會不會有次系統 大氣系統裡面可能有次系統 然後消化系統裡面可能有器官有組織 對不對 然後到細胞 所以它其實有不同的次系統 所以呢 這些部件 這些裡面的東西 或是說控制器裡面 它其實也會需要合縱連橫 然後在合縱連橫的過程中 能夠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層次 有一個結構 好 那系統 中間也各自分工 然後最重要的是系統要達成平衡 所以才有反饋嘛 對不對 大氣系統也要平衡 消化系統也要平衡 你如果不平衡的話 或是哪個地方有一個 什麼狀況的話 它其實的系統的運作 它的運作方式 它的 function 就會不穩定 然後就會有問題 然後我們從講很多的 比如說 消化系統你什麼時候停止吃 就是因為你的下肢丘裡面已經有 給你有飽足感 因為你血液裡面的 比如說血糖啊 或是什麼的 讓你的下肢丘能夠得到飽足感 然後告訴你你的消化系統 可以不吃了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它其實是一個反回饋的 回饋的過程 家庭也可以成為系統 你們覺得家庭系統 比這些系統是更複雜 還是更簡單 家庭系統可能更複雜 它有個原因 就是 剛剛講的所有的系統 冷氣機算是一個控制器 對不對 有input 有output 但是冷氣機不會鬧情緒 大氣系統也不會鬧情緒 所以當你這個系統裡面 一旦有了一個情緒的成分之後 這個系統會變得更複雜 那我們平常不覺得 我們有個家庭系統 你每個人都有家庭 誰會覺得我在一個家庭系統裡 誰會覺得我在家庭裡面有個平衡 沒有啊 你們從來都沒有感覺到 對不對 你每天都回家 可是你沒有感覺到這個 但是我告訴你 當系統裡面的部件 當系統裡面的平衡 當它的balance 被打破 意思就是說你的這個 次系統的默契 系統與系統之間連結的默契 平衡 被打破的時候 你就會 看到系統的改變 還有一種呢 就是比如說因為 今年有很多的心理系統學 在 所以我想講一個概念 就是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一個平衡方式 達到一個 stability 然後呢 當你作為一個治療者 不論你是社工師 不論你是臨床心理師 是諮商心理師 你常常會看到家庭出問題 你從一個外人的眼光看到這個家庭系統出問題 你很快看得到 因為你是外人 然後當你看到了之後呢 你往往想要介入一個家庭教養 你想要介入 你想要去 告訴家長一些話 你甚至用一些很沉重的口吻 或是用一些 灌頂的方式 希望馬上能夠解決這個家庭的 整個的系統的balance 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我要請大家記得就是說 每一個家庭的平衡 它不一定是一個穩定的平衡 山上有一顆大石頭 它是一種平衡 好 那如果你是一個治療者 你要make sure 當你覺得 你想要把這個石頭 要把它 hold得住 然後呢 你同時 要把家長 與孩子 所達成的平衡 往一個更好的方向改變的時候 你只要一不小心 就死得很慘 我說那個家庭就死得很慘 所以 這個意思也就是為什麼 在我們做研究的時候 在很多在談那個倫理議題 我不是一天到晚在跟你們講倫理議題 然後跟你們說 不要 在這個 那個 introduction 裡面 在指導語裡面去寫說 我們想要看青少年受到 IG 的影響 受到什麼什麼的影響 受到家長的影響 所以會怎麼樣怎麼樣 我是不是告訴你們 用一個比較 mild 比較不傷和氣的 比較不會讓孩子們去 一定想到這個有什麼關聯性的 題目 那我心裡在想什麼 其實在想的是說 如果你這樣子測量 如果他是一個受試者 他有一天 demand 要你的研究結果的時候 就是當他看到這些東西 或是說 因為那個題目太有趣 然後他一天到晚在想這件事情的時候 會不會造成了 他不小心 去 你等於是幫他推了這個石頭 而讓這個家庭的平衡改變 所以呢 心理學家在做 做很多研究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家庭狀況 不是到最後危機 比如說這孩子馬上要自殺 或是他馬上得了癌症已經非常 嚴重或是怎麼樣 可是家裡人都不知道 有生死危機之前 通常心理學家會決定 我不把我看到的事情 告訴這個家庭 除非他自己求助 然後他就算來求助 我也會跟他說 你去找醫生 我不會隨便用我的權威 私下看到一些data 就去講話 就去告訴他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有權利 我有學識權利 可是我不能把這個學識權利 在不小心的狀況下把它推倒 因為家庭系統的平衡 對每一個家 現實現階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你的職業道德 是不要去隨便去推倒別人的家庭 去推倒別人的平衡 應該 不是推倒別人的家庭 是推倒別人的平衡 他的生活中有他的平衡 作為一個professional 你可能很容易看得到 系統的不平衡 那我剛剛說 那你每天生活在家庭裡面 你知不知道那個平衡在哪裡呢 你不會知道的 但是有一天你會知道 就是這個平衡改變了 什麼事情會讓平衡改變 突然一下 疫情開始 家裡的收入 因為 父母的工作 誰的工作 這個職業受到影響 而 這個 變成半薪 變成無薪假 好 那你每天生活 大家做什麼可能改變了 然後家裡發生的重大事故 親人一夕 除了車禍走了 等等 還有兩件事情在青少年期是會發生 一定會讓平衡改變的 第一件事 就是孩子長大了 認知能力變好了 這會引發 每天家庭系統的不平衡 比如說 從小 就是 你跟姐姐 姐姐倒三天的垃圾 一倒兩天的垃圾 然後有一天 姐姐跟你長大以後 姐姐就說 為什麼弟弟 只倒兩天 我倒三天 他現在長得都比我高了 然後力氣也比我大了 為什麼 這是什麼 這其實他就是每天看到 他對 他對他的世界有更多的評估與了解 這點小小的事情 就可以 讓這個家庭系統改變 因為 每個人的 這個需求不一樣了 原來家裡有很多很好的次系統 姐姐跟媽媽去逛街 弟弟跟爸爸去看棒球賽 有一天姐姐出國念書了 媽媽沒人陪了 媽媽要去找爸爸 所以媽媽有更多的時間要找爸爸去逛街 然後爸爸就不能帶弟弟去看棒球賽了 這也是一種家庭平衡的改變 那這些小小的事情 就像我跟你們講的 會有一個cascade effect 當青少年長大 會是一個cascade effect 因為他的認知能力 他的活動力 會讓 這個家庭系統改變 還有一件事在青少年期常常發生的 就是父母的中年危機 你現在長大很開心 你覺得你每天就是被家庭support 你沒有去想到這件事情 可是你的父母大概幾歲 大概就還比我可能還年輕一點 我的孩子比你們大一點點 還已經上研究所了 好 這是什麼樣的事情 就是說 父母親 父母親在中年 他回顧自己的人生 他是不是達到了他的目標 他是不是在這個行業裡面 要做一輩子等著退休 還是他一直有一個創業夢 還是他一直有個轉行夢 或是他對婚姻 或對愛情有另外的 向往一直都忍在那邊 因為 他的孩子小 他生了孩子 他有負責養育的責任 這些事情 都可能在中年 覺得 我的人生只有這一次 我的人生可能沒有 沒有機會了 如果我現在再不做改變 我可能沒有機會 可能都是 在中年冒出來 這就叫做中年危機 而一個家庭裡面 除了青少年長大 是一個家庭默契的改變 中年危機 也會讓家庭默契改變 所以我們會說 Family as a system 在青少年 有青少年的家庭裡面 其實那個家庭的平衡 是很容易 改變的 一旦平衡改變之後 就會發生很多新的事情出來 因為系統是 連串連串的 它是一個 就是連鎖反應 比如說 婚姻衝突開始了 因為管教孩子的方式不一樣了 大家對青少年的自由度的 父母親對青少年自由度的 期待不一樣了 或者是親子衝突 或者是 孩子的學業問題 品格問題 或者是 甚至 淘家 因為家裡的 平衡太糟了 會讓這個孩子想要 流連擦掉了 想要去 別的地方流連 不要待在這個家裡 繼續流連 因為那個系統對他來說 已經不是他 向往的那個流連的地方了 寫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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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我 跟大家講一下家庭系統 雖然我們不像心理學的研究 有科學的 數據 但是它是一個概念 讓大家作為青少年 去 回想 思考 自己的家庭 其實現在心理學的統計方法 越來越厲害之後 我們真的也有看到 把家庭中不一樣的次系統 跟整體的系統 做成數學模式 然後去分析 家庭在隨著時間 在青少年期的改變 也是有這樣的統計分析的方法 慢慢已經出來了 我們講的第一個 關於 Parenting 跟家庭的理論 就是從系統概念 跟大家的說明 第二個 我們現在要正式講到 心理學 關於 Parenting 關於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的理論 第一個理論我們要講的 叫做 Parenting Style 叫做家庭的親質風格 或者是教養風格 我們可以去想想看 什麼樣的父母是世界上最好的父母 我告訴你 世界上沒有最好的父母 這件事是不可能發生的 世界上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什麼是最好的父母 沒有 但是我們大家都對這個問題有興趣 不只是我們每個身為 被父母照顧 被父母迫害 被父母 覺得父母 需要跟我們道歉 的子女 我們都可能覺得 有最好的父母 心理學家從二十世紀初年 或者甚至更早的哲學家 也開始想這個問題 到底什麼樣是更好的父母 那在美國做的研究呢 他們就很自然而然的 去做了一些實驗 做了一些統計 做了一些分析 他們前仆後繼的 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他們通常都把 他們前仆後繼的都把 Parenting 分成兩類 一類叫威權 一類叫民主 這很簡單的分法對不對 就是說民主的父母是不是好父母 孩子長大以後 他是不是 在社會適應上會更好 威權的父母對孩子有什麼壞處 那他的社會適應會不會更好 因為他其實給了孩子很多的discipline 給了孩子很多的 教養的孩子 可能 他其實是很遵守規矩的 在這樣的研究的 前仆後繼的研究裡面 其實一直都沒有找到一個很好的答案 為什麼 因為他們發現 用威權的方式交出來的孩子 他們比較萎縮 比較聽話 但是他們的 創發力比較差 然後他們很多事情就是 不勇敢 不嘗試新事物等等 可是那個民主家庭的孩子呢 雖然說他們有剛剛 有一些這樣子的優點 比如說願意嘗試 對別人很和善等等 但是同時呢 他的 self-discipline 比較差 他常常不負責任 然後很隨性 那這樣子的孩子 在社會適應上也不見得很好 這麼多年這麼多年 心理學家前撲後繼的做這些事情 一直到1960年代 在美國伯克萊大學有一個 有一個學者叫做 Balmering Diana Balmering 這個學者呢 才開始說 他說其實我們在看 Parenting 的時候 我們不應該只看威權跟民主 我們應該看的 有幾個特別的字 一個叫做 Authoritarian 還有一種叫做 Permissive 還有一種叫做 Permissive 好 那這個 Authoritative 這個字 我把它翻成民主權威 既民主又權威 Authoritarian 我們把它翻成威權專制 Permissive 其實它有很多不同的字啦 比如說 Indulgent 那我以前我自己 在 很久以前 我把它翻成嬌寵溺愛 可是 這一次 剛好青少年心理學有一族的同學 來跟我談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跟他說 我其實我後悔了 因為嬌寵跟溺愛 那個價值觀太深了 我情願把它現在 把它翻成比較是 寬容退讓 就是讓它的那個價值觀的意義 意義比較小 而只是把 那個現象給形容出來 好 Deanna Balmering 就是 做了這三項分類之後呢 後來的人 她的後人 後來又把這些東西呢 放在一個四個 向線上的一個坐標軸上 去看這件事情 那我們下個禮拜 再來談這個坐標軸 上個禮拜我們談到 要開始講的 家庭 然後我們 雖給了大家一些overview 然後談了一下 什麼叫做家庭系統 接著我們要談的就是 各式各樣不同的 跟父母 跟親子有關的 親子互動 以及親子關係的理論 第一個學派 我們要講的是 Parenting Style 就是 教養風格 教養風格我們說 他其實是 父母親 Socialization 社會化孩子的過程之中 他所用的一些方法 我們叫他教養風格 所以基本上這些 Parenting Style 針對的是比較大一點的孩子 就是已經可以被社會化的孩子 那做這樣子的了解 那我們介紹這個 Diana Balmering 她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上次特別有講 過去的學者 前撲後繼的 想要知道 什麼樣的親子 是最好的 最佳的父母 可是在 前面在二十世紀 前半的時候 所做的各種努力 都發現並沒有找到一種 真正好的父母 民主的父母叫出來的孩子 其實他們比較 衝動 沒有辦法 take responsibility 沒有辦法負責任 如果說是威權的孩子 又顯得太萎縮 然後 一直到了 Diana Balmering 她去幼兒園做了一些研究之後 她 先整理出了三種的 Parenting 一種叫做 Authoritative 我們上次已經抄了 告訴大家 這個叫 權威民主 既民主又權威 那第二種叫做 Authoritarian 我們把它翻成 威權專制 那第三種 它是 permissive indulgent 那我們把它翻譯成 過去我自己在寫中文的教科書的時候 我把它翻譯成 交寵密愛 可是現在我 隨著年齡的增長 我覺得 其實不應該用這麼有價值觀的方式去 描述一個教養風格 所以我現在比較喜歡形容的它是 所謂的寬容跟退讓 可是英文的名詞裡面 的確是用了indulgent 這個字 那你們如果想要看的話 是在課本上的261頁開始 262頁有一個表 都可以看得到 那後來的學者慢慢就把這個擴大 那他們就漸漸的就說 其實 你可以把這三個呢 或者是這四個呢 看成一個 兩個 坐標軸的 四個向線 這一條呢 叫做Control Demand 異計就是家長對孩子有多少的要求 那這一條呢 有很多不同的名詞 比如說有人用溫暖 有人用接納 有人用回應性 等等 那不同的詞句都告訴你們說 這條線它其實是比較 談的是父母的接納性 那直的 歪軸談的比較是父母對孩子的控制 那在這樣子的狀況底下 Authoritative 所謂的民主權威 意思就是父母給孩子很多的規則 但是他同時也很接納 很 給孩子很多的溫暖 那 permissive 的小孩子 在家所長大的家庭呢 父母親是不給太多的規矩的 但同時給他們很多的接納與 溫暖 接受他們的做法 Authoritarian 當然就是 從這個向線就可以知道 他是在 warmth 跟 acceptance 上面非常的低 但是demand 非常高 那最後的一個向線呢 你們書本上後來就慢慢把它界定出來 我們早期的時候覺得 這世界上應該沒有這種人吧 他叫做 neglectful 是所謂的 有人說是 detached 就是跟孩子是疏離的 所以就是 neglectful 是忽略 然後 detached 是疏離 所以呢 這種是屬於忽略疏離型的父母 那其實 應該很少見吧 因為 父母親又不管孩子 然後又對孩子有很少的溫暖 其實在世界上是不多的 但是我們還是會看到一些新聞 那看到有些父母 的確是這樣對小孩 所以慢慢的這樣子的一個 向線就慢慢也被突顯出來 好 接著就有很多的學者 去做不同的研究 想要了解在不同的向線底下 那到底孩子們會 產生什麼樣的後來的行為 那我們先講一下孩子的效果 對孩子的效果 然後再回頭來講 這些 parenting 的特色 比如說 authoritative 我們說他是既權威 又民主 又有溫暖 那這些孩子的父母呢 通常 會養出來的孩子 他們在社會 就是社交上面比較有能力 社交能力比較好 而且他願意自我負責 我們說這叫 social responsibility 然後或者是他也自己的 就是他可以自我控制 而且呢 就是自己仰賴自己 去做很多的事情 他比較不會太依賴 所以我們叫他 self-reliant 所以 self-reliant self-competent self-responsible 其實都是 authoritative 的家庭裡面 所養出來的孩子 比較有的特色 那我們當然就看到 authoritarian 當父母給的規則非常多 我們叫他 他常常所使用的這個 所使用的 養育方法呢 我們叫他高壓控制 叫做 power assertion 叫 power assertion 所謂的高壓控制呢 這些孩子呢 他們基本上 在社會互動上面是比較焦慮的 在互動上面就是 焦慮比較 initiative 比較不會自己去啟動 與別人的交往 他比較害怕 而且他的溝通能力也比較不好 因為他比較習慣於 聽從父母的指揮 所以他並沒有太多的 negotiation 或者是討論的這個經驗 所以他基本上也是 比較在communication Scale 上面比較差 然後而且比較社會萎縮 比較 socially anxious 社會焦慮比較高 然後比較不容易去啟動很多新的任務 所以我們說他的 initiation social initiation 是比較差的 好 那第三個呢 就是所謂的indulgent permissive 好 那這個indulgent permissive family 所養出來的孩子 基本上 這些孩子因為 給了非常 被給了很多的溫暖與接納 所以我們說這些孩子是 self-confidence 非常高 他的自信心非常高 這是他們的特色 而且這些孩子呢 基本上因為沒有給他太多限制 所以你說這些孩子 其實他們也很多是非常有創造力的 這個創造力 創造的能力比較高 然後也自信心比較高 那你說這些孩子還不錯嘛 就是所謂的過去的 前撲後繼的 二十世紀初年的學者 所說的民主型的孩子 那他們的特色就是 比較impulsive 自我控制能力比較差 那又因為對自己很有自信心 所以上一節課的時候 我們曾經有一個名詞出來 就是非常自我的一代 就是上次講的所謂自戀的 the generation the generation me 這一代 那其實我們去觀察的話 會發現說 他的家庭背景 可能就是父母的接納比較高 但是給他們的限制是比較少的 那這些就是忽略的 被忽略的 被疏離的孩子 那到底他們的狀況是如何呢 就是 其實因為他們被忽略 他們被疏離 所以他們其實沒有 早期的互動 就是最早的社會互動就比較少 所以一路上來我們會發現說 他其實在社會能力上 就是稍微差一點 而且呢就是自我控制也 不大好 那就是 種種的很多 很多特色都會在這些 這些孩子身上出現 就是有很多的 risk behavior 比如說他的 性觀念或者是 物質濫用啊 酒啊 煙啊 什麼等等 都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會比較早出現 那這是 這是過往的研究所告訴我們的 大致的狀況 那我們當然在這邊要 focus 就是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什麼叫做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這個民主又權威 到底怎麼做到的 我們應該這樣講 大家都覺得說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好棒喔 他是不是就是一個 父子子孝 兇有地公的家庭 其實說穿了並不是 我們應該要講說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的特色 是他能夠在 control 跟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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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自動嘛 對不對 就是孩子 父母親給孩子很多的自由 讓他們自己 可以自己 initiate 一些自己的想法 然後去做一些事情 跟父母的控制之間 達成了一種很有趣的平衡 那怎麼樣達到平衡的 其實說穿了 我剛剛特別說 這種家庭不是父子子孝兇有地公的原因 就是說 我們說這些家庭 其實是 透過討論之後 父母跟孩子之間 對於一個孩子在某一個成長的年齡層 他應該獲得什麼樣的 規則 家庭規則 比如說他應該幾點回家 他應該幾點做完功課 他應該什麼時候去洗澡 他應該什麼時候收玩具 等等 這些東西 父母跟孩子之間 只要父母覺得重要 他可以跟孩子討論 然後 兩方 共同來 做一個決定 而把這個規則定好 所以 在兩方共同決定的規則的時候 他們是有不斷的verbal give and take 其實是 互相要討論的 甚至互相要爭執的 那在社會心理學有一個名詞 叫做confrontation 社會心理學這個confrontation 這個字呢 這個英文字原來是兩軍對陣 在前線對陣 confrontation 那社會心理學家呢 把這個翻成面值 意思就是說 兩個人在溝通的過程中是 互相面對面要開始去吵架的 那個時候 是一個confrontation 可是在confrontation的過程中 親子關係願意互相聆聽 互相討論 而最後得出一個結果 那這個結果就是所謂的demand 就是好 我們都對這件事情有了一個agreement 以後你應該幾點要回家 以後你應該做什麼 那麼 如果說孩子長大了 比如說像我們上次講到 family system改變了 因為孩子的生理能力 認知能力變好了 然後他進入了學校的另外一個 階段 事實上他可能就需要新的規則 所以這個家庭的規則是 不斷地在滾動往前討論 做了一個新規定之後 那做出了結論之後 就會有一個demand demand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規則是要被執行的 執行的過程中 就是爸爸跟媽媽跟小孩子 是executive 就是 爸爸跟媽媽會做那個executive 做那個 總經理 執行長 去execute 這些regulation 父母親是真的會去執行這些regulation的 你一旦定了規則之後 他就要執行到底 那不然的話這個規則就沒有意義了 所以孩子在這樣的家庭裡面 他會有一個 很清楚的boundary 他會有一個界限 然後有一個 limit 他會知道他可做 什麼可做 什麼可不做 但是什麼叫做warmth 什麼叫acceptance 就是在這個可做 可不做的 範圍的這個boundary底下 你是沒有辦法再繼續去要求孩子的 你在這個boundary底下 你的孩子很多的自由度 讓他只要守了這些button line 他可以去愛做什麼就做什麼 然後他可以去發揮自我 他可以去 創造新的事情 那這些事實上是 就是所謂的這個authoritative parenting的底下的家庭的孩子 而這些孩子呢 我們會發現 到最後呢 小孩子就變得非常的 receptive to parental value 因為父母尊重他 因為父母願意聆聽他 因為規則是他們兩個訂出來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 雖然爸爸媽媽可能會執行規則 甚至處罰 但是 他們可能會覺得說這是對的 因為我們共同決定的 而這樣子的一個互相信任的關係 往往也讓這些孩子 對於父母的價值觀 會更願意去接受 好 那這個是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我們就是只講這個就是 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 所以我們就把它講得很清楚一點 好 那可是呢 balmering 的理論 在後來呢 被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批評 所以我們要講一下 balmering 的理論的批評 第一個批評是 其實沒有一個家庭是完全的 authoritarian 沒有一個家庭是完全的 permissive 沒有一個家庭是完全的 authoritative 其實是還蠻難找的 就是在 family 的不同的角度 孩子成長的不同的角度裡面 其實這個 technique 或是教養風格 常常是 combine 在一起的 所以你要真的純然的找到一個家庭 他純然是某種風格 其實並沒有這麼容易 所以這一次有同學們在做分組的報告的時候 就想要用這個概念 那最後我就請他們不要分類型 不要分組 而是 給孩子們幾個分數 在每一個 在每一個家庭裡面都給這三個四個的類型 各自一個分數 你只能看出他在每一個類型上的傾向有多高 但是每一個家庭在每一個類型上 都給他們一個指標 所以就是你真的要截然的分類 其實是比較困難的 那還有呢 就是 這個理論基本上是一個 從父母 從上到下 top down 的理論 意思也就是說 當我們在上一節課開始講家庭 尤其在講青少年的家庭的時候 我們特別用了 co-parenting 這個字 用了 reciprocal socialization 這個字眼 那我們說這個reciprocal 是互相互惠的意思 意思就是說到了青少年起 孩子已經變大了 他不是只是 很被動的去接受父母的規則 從大概幼稚園小學慢慢開始 他越來越 不完全接受父母的規則 而父母的規則的訂定 也常常受到 孩子這個人本身的 temperament 的影響 你們上一節課已經懂了 什麼叫做 temperament 所以事實上就是說 孩子自己的一些特性 還會回饋給父母 他們是一個互動動態的模式 而形成了這個 parenting style 所以這是第二個對他的批評 那第三個批評呢 其實是跟文化有關 尤其是 這個東亞文化 那我們都知道東亞文化 非常受儒家的影響 過去在美國 不同的學者 在 Balmer 的理論盛行之後 就前仆後繼的 又來一次前仆後繼 想要了解說 是不是真的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的父母 所養出來的孩子 他比 authoritarian要好 所以他們在美國呢 不只對美國的 歐裔白人做這樣的研究 他也對 拉丁美洲裔的 非洲裔的 African American 以及亞裔的 家庭 做這樣子的測量 可是很有趣的是 在過去很多年 大概差不多 1990 年之前 大部分對於亞裔的研究的發現 都是 authoritarian 的家庭 在亞裔的比例非常高 authoritarian 的分數 比 authoritative 要高很多 可是在這樣的亞裔家庭裡面 仍然看到了孩子們 很有成就 進白宮的 100 名總統獎 每年有100 個小孩子 可以進總統府 去美國白宮訪問美國總統 那100 個裡面 常常有超過50% 是亞裔的孩子 然後他們在學校裡面 是交響樂團的 第一 小提琴手 他們是網球校隊 然後他們是最後在 畢業典禮的時候 致辭的那個孩子 所以大家就 去看這些亞裔家庭 他們成就這麼高 問題是常常去 那個 survey 以後發現 亞裔家庭有這麼多的家庭 都是authoritarian 的家庭 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美國的學者 尤其是很多亞裔的學者 不斷地想要 從各個不同的角度 去了解這件事情 那他們盡了很多的努力 到後來都沒有 莫中一世 一直到1990 年代開始 有一個混血兒 叫做 Ruth Chao 他的父親是華裔 他的母親當然就是 比較typical 的美國人 那 Ruth Chao 他在 1990 年代 所發表的這篇 paper 完全打破了大家對於 亞裔或是 的看法 然後他用的一個 解釋方法 是說 這個整個的西方傳統 尤其是美國的傳統 他是一種 就是所謂的清教徒 美國五月花號 就是 到美國 那開始 整個西方 歐洲國家 歐洲文化開始進入 美洲大陸 其實是從 這些清教徒的五月花號開始 他變成一個 很重要的里程碑 他變成一個 很重要的里程碑 Puritanism 這個所謂的清教徒 在基督徒裡面 他其實是強調所謂的 Original sin 強調原罪 他的意思就是說 每一個孩子的出生 其實都是因為兩性結合 那他都是一種 罪過 所以每一個孩子的出生 其實就是代表了一個 原罪的開始 他用原罪 去解釋 所以呢 他說父母跟孩子是平等的 他們都是上帝的子民 而作為父母 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 透過一些方法去洗脫 這個孩子所帶來的原罪 那到現在 美國還有紀錄 就是在十六世紀 在康乃迪克州的一個 清教徒的一個傳教士 那為了要洗脫他孩子的原罪 所以把那個很小很小的baby 放在另外一個房間裡面 等等給他所有的折磨 那這些折磨就不理他 不去 不去幫他的忙 然後不去餵他 或是甚至怎麼樣 讓孩子一直哭鬧 那他覺得這個過程裡面 傳教士就不斷的寫日記 說我其實是在幫助孩子 洗脫這個上帝 就是他出生的時候帶來的這個 這個罪過 好 這樣子的一些紀錄呢 讓我們知道說 所謂的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他們對小孩子的比較 harsh 比較嚴厲的 這些管教呢 他是出於一個 domineering 所謂跋扈的 或者是呢 所謂hostility 就是敵視的一個角度 比較跋扈 比較善權的 比較敵視的角度呢 去用這個方法去控制這個孩子 而洗脫孩子的罪名 可是 在東方文化 尤其你說華人文化 當我們在談這個華人文化裡面的 authoritarian 的時候 其實他的意義是不同的 我雖然可能很知道你們會舉手的結果 可是我還是很有興趣的來問一下 請問你的家庭 是authoritarian 你大概聽到了 請問你的家庭是屬於authoritarian的 請舉手 比較少對不對 請放下 你覺得你的家庭是屬於authoritative的 請舉手 很多手起來對不對 請放下 很有趣喔 我在台大教青少年心理學 已經教了二十幾年 二十五 至少 那麼這麼多年裡面呢 我常常就是每一年幾乎都 想到都會問同學們這個問題 可是隨著時間的流轉 我發現這個舉手部隊的 分布 改變了 就剛早期開始我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authoritarian 的 這個舉手一定比authoritative多 可是到了這幾年 我就很期待是authoritative 比authoritarian 多 就是整個時代已經改變了 可以在 這件事上我問大家這個舉手的那個 數量 就可以看得出來 可是呢 在美國做的研究呢 卻不是這樣 那我想我們可能要稍微提一下 在美國研究為什麼會發生說 authoritarian 的 亞裔家庭這麼多 但是結果 孩子們的成就這麼好 很像authoritative呢 那 我先用一個 我先跳出來用一個邊垂文化 就社會學的邊垂文化的角度去 提醒大家 這是在美國的研究結果 邊垂文化最有名的特色是像什麼 像日本把唐代的禮儀 跟唐代的服裝 留下的這麼好 意思 所謂的邊垂文化的意思就是說 當你在一個文化裡面 當這一塊的文化某些人 到了一個比較 secluded 比較這個隔離開來的地方的時候 這些人就對原始的文化保留的很好 而你那個原始的 原來的那個文化進展的那個地方呢 卻因為時代不斷的演進 而讓這個文化有所改變 所以在台灣的人他越來越西化 這樣子的一個大的這個範圍底下 我們的這些 就是 人民們 眾人 這些populance 這些普羅大眾們 慢慢的都隨著時間的進展 越modernized 越進化 越西化 變得跟 西方的教養風格很像 可是呢 到了另外一個 一處 比如說華人 到了美國去留學 或是怎麼樣之後 他們就一直是屬於那個文化裡面的少數人 所以他們就把他們自己的文化反而保護得更好 而 preserve 的更好 而流傳了原始的樣貌 這是邊緣文化的特色 所以在美國其實還測得出來 也許我們今天在台灣測測不出來了 但是在美國卻測得出來 就是發現 authoritarian 的 就是華人家庭還是非常多的 那 Ruth Child 的這個研究呢 還有一個很好玩的地方 他要說的就是說 除了西方是 這樣子的一個 philosophy 去養成了某些父母的 authoritarian之外 華人的父母 或是東亞文化裡面的父母 他們其實在 面對孩子的時候 都用了一個很有趣的概念 Ruth Child 把他用英文寫成 training 可是在他的 paper 裡面也用了這個字 那翻成中文呢 就是管 他說呢 所有的父母親在華人文化裡面 都會覺得說我有責任 我也有權利 要把我的孩子 管好 他們 在 在這個 東方文化裡面 我們不是說爸爸媽媽跟小孩都是上帝的子民 我們都平等 沒有這種事 我是在上 你是在下 我們要負責把孩子 管好 然後而且這些孩子是什麼 是從己身所出 孩子是我生的 我當然有責任 要把他管好 所以這個從己身所出 要把他管好交好的 這個概念是跟所謂的 domineering control 是不一樣的 也因此 Ruth Child 就說 好 我們來做一個測量 一個測量是用 Authoritative authoritarian的角度去測量 另外一個角度 是用管 他發明了一個管的問卷 然後來做測量 那當然你第一個可以想像得到 就是說 我順便講一下他的受試者 他的受試者 因為1990年代 他在 1990年代 在加州找了一批白人父母 然後找了另外一批 華人父母的 都是台灣的新移民 媽媽 當初是到美國去留學的 家庭 所以就跟你們將來 可能很一樣 或是你們家可能有親戚朋友 是在美國的是 當初因為台大畢業了 要去年 Graduate School 然後跑到美國去了 這種人 然後這些媽媽生了一些小孩 就是 Preschooler 那他都是 Preschool 的媽媽 就是 幼兒園的小孩的媽媽 然後他去測了這些美國 也類同的中產階級的美國媽媽 跟中產階級的 台灣新移民 然後他所測的所謂的 管的概念 我來跟大家講講看 這些我現在講的 都是有顯著差異的 比如說他們對學習歷程 他有一些問卷的題目是 請問你對以下的問卷的題目有多同意 一 孩子一旦有被訓練的能力 父母便應該儘早 開始這項工作 二 母親有責任訓練孩子工作勤奮 並且遵守紀律 三 母親可透過指出別人的正確行為 來教導他的孩子 四 當孩子屢次不服從時 他就應該被打屁股 因為他用spanking 我把他翻成打屁股 就是很確實 然後再來 還有一些是跟理想的親子關係有關的 比如說母親主要是以幫助孩子 在學業上有所成就 來表達他對孩子的愛 比如說孩子應該隨時都在 母親或家人的照顧之下 或者是孩子應該被允許跟母親同睡 你看看這些題目 我在講這些題目的時候 我猜你對大部分的item 你都會覺得 這還要測啊 這好像是我們每天呼吸空氣的一樣自然 這還要測嗎 這還會要問你同意還不同意 有點怪吧 可是有趣的就是說 當你把這些測量的內容 跑去問美國媽媽跟問這些台灣新移民 結果你發現台灣新移民的分數 比美國媽媽顯著的要高 我們每天生活中呼吸中的這種文化價值 其實是深藏在我們的生活之中 讓我們已經不自覺的 不覺得是跟別人 是在別的文化裡面不成立的 Ruth Chow 就發現 又這樣的研究結果 他就告訴我們說 這些所謂的authoritarian 雖然在台灣媽媽比較高 但是問題是他同時 對管的概念 也是讓這些孩子 他們雖然受到了authoritarian parenting 的教導 卻沒有跟美國的白人的小孩 或是黑人的小孩一樣 變得比較 socially withdraw 比較社會畏縮 然後比較不懂得溝通 等等 有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請你們看一下書本上的 263 頁 給你們看另外一個地方 他也講了另外一個 parenting style 的差異性 這個差異性在 263 頁的 第一段的最後 兩行 這個特色我想你們大概也 大部分算是會同意吧 他說在 Confucius cultural 裡面 confusion culture 裡面 他說 Confucian parental goal 他講了四個 第一個是 perseverance 就是堅持毅力 我想你們都聽過 有志者 勢敬成 鐵杵磨成 繡花針 什麼等等之類的 從小就念這些東西長大 意思就是說 你要非常堅毅有毅力 然後就是去完成事情 所以要 perseverance 然後第二個是 要 work hard in school 我想這個也不用講了吧 大家都要 在學校裡面都要 很盡心盡力的 去完成你的學業 然後第三個是 obedience 是 要服從 第四個 是 sensitive to parents wishes 你要對父母的期待 要保持敏感 這件事情其實在華人傳統裡面 其實是有機可循的 我來舉幾個古書上面的例子 來告訴你 當我們去看這些古書的時候 我們看到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經典 而且不是很久以前 是大概清代的時候 就有一些 這個 古人 然後就是 有學識的古人們 他們留下來的一些經典的典籍裡面 比如說這段話是 父母有過 賤若不入 賤是那個言字旁有沒有 賤言的賤 言字旁的賤 賤若不入 父母怒不悅 很生氣不高興對不對 而賤之流血 賤是提手旁一個打 就是用鞭子打你 用木棍打你 打到你流血 然後說 不敢極怨 我不敢有任何的怨恨 不敢極怨 還有一個清代的人叫做余晶 余晶是被他祖母養大的 他說他祖母每次一生氣 他怎麼樣化解僵局呢 語經說他 獨跪前豪氣不已 他獨自跪在祖母面前一直大哭 必起祖母之連 必然是要祈求祖母的憐憫 因為他一直哭一直哭哭哭不停 所以你去看那個清代的工具有沒有 就是那個嚇人的什麼等等的 就是如果 做了什麼事情讓皇上不高興的 就一直磕頭一直磕頭 什麼等等 然後色轉而止 就是祖母的臉色轉了以後 他才停下來 所以我們從這些一幕一幕的古籍 或是現在甚至在工具裡面 還看得到的一些現象 告訴我們是什麼 就是說 其實華人的兒童 他不是passively 去接納父母親給他的管教而已 華人父母其實對孩子的期待 是期望這些孩子呢 是actively 去調整自己 而去遵從的父母想要他們達到的目標 或是遵從父母的願望 所以他不只是 在父母的要求下 奮發圖強 而不是被動地接受 而是他在 不斷地調整自己 而是把這個高高在上的父母 捧在上面 讓父母能夠快樂舒服 然後達到父母想要的願望 所以就是一百年前 可能都還是這樣的一個華人的世代 那我們要知道 就是說你去看社會學裡面 他們會講到一件有趣的事情 就是 社會學裡面一定講社會變遷 社會變遷裡面很慢很慢 最慢的一團一環在哪裡 在家庭教養 家庭教養的變遷是非常慢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 比如說有網路 媽媽可以上網去找資料 什麼等等還快一點 可是你想想看以前 我們每個人 都只在自己的家裡長大 我們每個人都只在自己家裡 被自己的父母養大 所以你所知道的parenting 其實只有這一種 就是父母給你的這一種 你想要避免的也是這一種 你想要 你不可避免的也是這一種 就是這一種 所以如果你到現在覺得說 你父母對你不好 你對著成長過程 你有非常多的遺憾 那麻煩你原諒你自己的父母 因為其實他們也受過苦 他們也是苦過來 而且他們以前沒有網路 他們沒有資訊 他們沒有辦法學習做父母 他們只有他們父母的那一套 所以他就把他的那一套給了你 他是因為他自己受過苦 他才會讓你受苦 我知道受苦的人很辛苦 你難免會怨恨他 你難免有時候想起來 情緒會起來 但是 當你有一點點 機會有理性的時候 也思考說 憐憫他 他也曾經是這樣過來的 因為你已經長大了 你發揮你的同理心 有一點perspective taking 從他的立場去想 你就會想到說 原來 其實我受的苦 他們也受過 那 網路上有一句話 我覺得實在講得非常好 就是 其實 其實 你一直在想請求父母 能夠 跟你說對不起 能夠對你說抱歉 可是 其實你最該做的 其實是去原諒父母 然後去感謝他們 然後我們 不要等待父母來抱歉 他們已經沒有機會了 但是你還充滿了很多新的機會 那這一點 我等一下會講得更清楚 以上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第一種我要介紹的 parenting 是從 parenting style 從 socialization 的角度來看 可是第二個呢 我是要回到 人的原初 就是出生以後 他跟父母最早的親子關係 這個親子關係裡面 可能還沒有 socialization 的成分 只是你跟父母的關係而已 我們叫他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好 Attachment 在台灣呢 不曉得哪個學者先翻 把它先翻成了一副 可是一副並不是一個好的翻譯詞 為什麼呢 因為 attachment theory 裡面呢 有一些 學派 已經過時的學派 認為孩子是附加在父母身上的 但是其實 真正現在的學派比較重視的 卻是孩子跟父母親的 emotional bond 所以我自己情願把它翻成 依戀關係 他比較能夠確實地 去反映現代的 attachment 理論的特色 好 那什麼叫做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我想你應該 小時候記不記得上幼稚園的時候 爸媽走的時候 你哭得死去活來 有這樣的經驗嗎 應該很多人有吧 那我就記得我有一次 那時候 我的同學 很早以前 年輕的時候 我的同學剛剛生了女兒 然後那個女兒大概差不多兩三歲 就可以走了 然後有一天我們就一起 坐在一排的位置 要去參加一個活動 然後我手上就有一顆糖 就為了要把這顆糖給他的女兒 那他坐在離我好幾個位置遠 這女兒就想要拿那顆糖 非常想要拿 所以他就把他媽媽的手 一直拉一直拉 拉得很長很長很長 然後牽著他媽媽的小拇指 因為小拇指可以伸最遠 他就一定要用手碰到那媽媽的小拇指 然後湊過來湊過來 然後把手伸得很長很長 幫我拿到 這根糖 他就是捨不得放開他的媽媽 覺得很害怕 好 那這是一個有趣的例子 你們自己也都有例子就是 我離不開爸媽 有時候那個線牽著 好像就是有一種安全感 那你們也許 現在有同學嘛 比如說家在南部 或是說班上有幾個同學 從美國回來就學 你可能自己去美國念書 這樣的經驗 你在外地念書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覺你最想跟父母親 溝通的時間點 就是你自己受挫的時候 就是 考壞了 跟男朋友女朋友吵架了 當然也是有錢不夠用的時候啦 就是你就會想要打電話 然後就想要回家 坐個車子回家 然後沒錢了 坐客運 不要坐高鐵都可以 就是很想回家 就是在你受挫的時候 你很想回家 當然也許會有同學跟我講說 我真的都不care 我真的 我只要我有一天能夠有了經濟能力 我能夠離開家庭 我一定搬出去 我一定自施其力 我最不想見到的人 就是他們 也可能會有這樣的同學 但是我跟你說 你跟他們的attachment relationship 並沒有消失 仍然存在 為什麼 因為如果他們是路人甲的話 你不會講出這種話來 你不會想不要見他們 你不會關心 你不要見他們 所以你很想去見到他們 以及你不想要見到他們 這都是一種不同的attachment relationship 那我們等一下也會講attachment relationship 的個別差異 如何開始 過去講attachment relationship 的理論 學派非常多 比如說我們 綿綿 就是小小的講一點點 就比如說 弗洛伊德 Psychoanalytic approach 也講attachment relationship Psychoanalytic approach 也講attachment relationship attachment 是怎麼形成呢 弗洛伊德的說法 非常的 Psychosexual 他說 因為母親是孩子哺乳的來源 是他生命的維持 所以呢 child will invest his energy on the mother's breast 他會在母親的胸部 就是投注很多的 energy 所以他就是跟媽媽之間 就有一個這樣子的關係 然後後來慢慢的就發展出 也許有同學知道 就是發展出 就是所謂的課題理論 新弗洛伊德學派發展出課題理論 什麼就是從 從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慢慢延伸出來的 那除此之外呢 行為學派 行為學派 行為學派也說孩子跟媽媽有不可分的關係 行為學派就有行為學派的特色 什麼東西都是reinforcement決定的 對不對 你的一個行為之所以能夠 被 被加強 都是因為這個行為 你做出這個行為之後 不斷地被reinforce 就增強了 所以他就說啊 他說食物呢 是一個 最自然的reinforcer 他說可是呢 帶來食物的 在小孩小時候永遠是媽媽 所以呢 媽媽的地位 就跟鈔票一樣 就跟鈔票一樣 就媽媽的地位跟鈔票一樣 就是secondary reinforcer 因為食物會帶來行為 那食物是什麼帶來的 當然是要你要有錢買 買食物才會帶來 所以你現在 就是鈔票對人有什麼意義啊 就是幾張廢紙而已 他之所以有意義 都是因為他跟食物結合 他跟你所需要的東西結合 那媽媽也是一樣 媽媽有什麼意義啊 行為學派的學者說 媽媽就是帶來食物的人 那因為媽媽跟食物永遠配對 所以他就跟鈔票一樣 是一個secondary reinforcer 所以 以後慢慢的就是 你看到了secondary reinforcer 就像看到了reinforcer 一樣的快樂 那你如果失去了 這個secondary reinforcer 你就像失去了reinforcer 一樣的難過 所以小孩子會attached to the mother 這個是行為學派的說法 可是現在的理論 已經不這樣講了 現在的理論 用所謂的ethological approach 所謂的ethological approach of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ethology 是 動物行為學的意思 最有名的ethologist 你們大概大家都認識的 叫做真古德 那ethology 所講的 特別的意思 就是說比如說真古德 都跑到森林裡面去 觀察星星嘛 By the way 你知不知道真古德 所有觀察的星星都有名字 而且他所有的名字 都是psychologist 的名字 都叫Sigmund 都叫Eric 都是Eric Ericsson Sigmund Freud 我好像上次跟你們講過是不是 有沒有 就是真古德 他為什麼要去觀察這些星星 他的意思就是說 人類的起源 以及人類的很多的特性 其實是演化來的 是evolution 的結果 當我們 可是人類在一個很現代的環境裡面 已經不在他的原始環境裡面之後 他原來行為的function 他演化來的行為的function 已經不復存在 因為我們都被現實社會所污染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 人類行為的原始特色的話 你就要回歸到原始的人類初始的 演化環境裡面 去看這些行為的意義何在 那因為星星是我們的 近親 所以他其實研究近親 研究星星他並不是為了attachment的理論 但是他所研究的也都是這樣的 就是所謂的 evolved behavior 演化來的行為 所以他才會去 跑到森林裡面去待那麼久 所以 inthological approach 的意思也是同樣的 就是說 就是說人類的行為 不只是我們有兩個眼睛一個鼻子是演化來的 不只是我們的morphology 不只是我們的physiology 不要只從解剖學上 不要只從 生理學上去看人類的演化 而是人的很多的行為 也是演化來的 而且有他的功能存在 那這個功能 就是讓人可以在小的時候 自己還 就是 很vulnerable 很脆弱的時候 能夠被保護 那有人可以保護 所以尤其 你在哭了 累了 難過的時候 你最容易去找你的attachment figure 你平常你當然跑出去晃 你去看那個國父紀念館跟那個 周登紀念堂 永遠看到都是小朋友在前面跑 然後在後面看 媽媽在追好高興 媽媽說不要跑了 他繼續往前跑跑得更遠 那不是attachment 對不對 那不是attachment 為什麼 因為一個人 當他要生存的時候 他不只是整天黏在媽媽身上 他一定要有所謂的 他一定要有探索行為 可是如果一個人要有探索行為 然後他整天都在外面一直跑去摘果子 去看哪裡可以游泳什麼什麼的 然後永遠都不知道回家 然後永遠不知道危險了 要跑去找他的attachment figure的話 他老早就被 獅子咬傷了 老虎咬傷了 然後淹掉了 然後被恐龍吃掉了 或是 沒有啦 沒有恐龍 所以之類的 對不對 所以他就是會 他就是會受傷 所以他explore之後 一旦遇到了危機 他就馬上知道要回來 去找他的attachment figure 在這兩者之間達成平衡之後 這個孩子長大了 他長得大 因為有attachment figure的保護 然後他長大之後 他又在exploration中 知道到哪裡去找食物 到哪裡去找朋友 到哪裡去探索新事物 學習新事物 這樣的孩子才會生存 才會把基因傳承下去 所以從evolutionary approach 或是ethological approach 我們會說 attachment 的行為 是演化來的 他是在演化的過程中 在探索 與依戀中間達成平衡 讓這個孩子慢慢長大 所以每一個人 都會依戀於自己的主要照顧者 這是ethological approach 的看法 在所有的attachment literature 裡面 你會聽到一句話 常常聽到一句話 a child use his caregiver as the secure base as the secure base to explore a child use his caregiver as the secure base to explore 你如果要看到這句話的話 其實書本上也有寫 在 270 頁的第四行 你會看到這句話 use the caregiver as a secure base from which to explore 所以這個整個的精神就是這樣子 就是在演化的過程當中 小孩子用他的安全堡壘 就是用他的attachment figure 去當作一個 secure base 當他危險的時候 他會回到那個安全堡壘去 可是當他沒有危險的時候 他就要出去 explore 然後達成一個平衡之後 就會讓他的生存 的機率變大 所以這整套的說法 事實上是 為什麼我們每個人 你跟我跟他 所有的世界上的人 都會存在於你的主要照顧者 有一種依戀關係的原因 雖然我們每個人都有依戀關係 我們都form 一個依戀關係 但是問題是說依戀關係 是有個別差異的 所以我們把它分成兩個部分 Formation 第二個是individual differences 依戀關係的個別差異 我們為什麼會有個別差異呢 基本上他用一個 因為是演化來的嘛 演化來的就有一個neurological system 對不對 就一定是built in 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有一些演化的基礎在 可是下面的這些演化 動物行為學的心理學家就很厲害了 他們就把我們的neurological system 想成一個system model 我們上次講了家庭系統 那attachment 也是一個system 他就說這個attachment system 他是有neurological base的 他是built in 在人的身體裡面的 他說這個attachment system 基本上很類似一個control system 像一個控制系統 上次機械系的同學跟我們講說 他有一門課叫做系統控制 對不對 那系統控制有什麼特色 有個input 對不對 然後呢 有一個system 然後呢 最後 有一個output 而且呢 這個output 還會回饋 有個feedback 最簡單的 沒講錯吧 看他們點頭了 所以呢 一個系統 一個系統基本上是這樣的 可是接著呢 這些心理學家 我們叫他 這個人叫John Bowlby John Bowlby 這個ethologist 這個心理學家就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把attachment system 比你為一個冷氣機 或是一個暖氣機 冷氣機與暖氣機的特色是什麼 就是當你的溫度從外面進來之後 你會在你的這個整個的系統裡面呢 會有一個set point 這個set point是你設定的溫度 如果說你現在外面是30度 可是你的set point是28度 那這個系統就會開始activate 你的馬達就會開始作用 馬達開始作用就可以放出冷氣 然後放出冷氣之後 你就會讓外面的溫度變低 然後接著這個input裡面呢 可能有個sensor 一個溫度計 input 出來以後有個sensor 我寫在這邊好了 他不是input 本身 他就會有個sensor 然後這個sensor就會決定說 他就會跟這個set point來做比較 然後比較說看溫度 比如說現在 一直作用作用作用 變成29度了 他繼續作用 28度了 我剛剛說多少度 set point 25度是不是 我忘了 好 我假裝 我假裝現在是25度 C是我的set point好了 那好 sensor是29度的時候 我還在作用 28度還在作用 一直到他跟25度一樣之後 我的moto被shut down 然後呢 冷氣不再出來了 然後冷氣不再出來之後 那慢慢這個sensor已經 感覺到已經溫度夠了對不對 然後他就保持了這樣子的一個平衡 冷氣就shut down 冷氣機怎麼樣跟 attachment system 扯上關係 我們來看 一個孩子他跟母親之間 會有一個現在的 interaction 的 狀況 存在 那比如說這個in pole 裡面包括 child's current condition 比如說他現在生病了 他可能需要母親的程度比較高 媽媽的 current condition 他是在公園裡面看著報紙背對你 還是他在公園裡盯著你看 還是他正在跟人家講電話 然後背對著你 然後你的 condition 你在公園裡你是跑得很遠已經 瞧不到媽媽在哪裡了 還是你就在他旁邊玩 這些不同的距離 這些不同的危險性 都會變成小孩子的 sensor 去決定說他現在覺得他 媽媽是不是available 媽媽在跟人家講電話講得很高興 然後不理你 你可能就會有點擔心 你現在跑得很遠 看不到媽媽 你也會有點擔心 這些所有的擔心加在一起 就會跟你原來的 set point 來做比較 如果 這個 sensor 的這個 current condition 比這個 set point 的 threshold 還要更高的話 他已經超越了孩子可以容納的範圍的時候 小孩就會 activate activate 他的 motor system 那小孩子 activate 的 motor system 是什麼 最大的武器就是哭 對不對 然後不然的話呢 他可以有很多的動作 比如說 cleaning 巴著媽媽不放 或是 chasing 都可能 他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做這些行為都是要 巴住媽媽 哭著叫媽媽 讓媽媽看到他 然後這些行為 最後會變成 output 然後讓媽媽的 current condition 改變 然後讓孩子的 sensor 跟 set point 回復平衡 那這個時候 等到回復平衡了以後 小孩子的 motor system 或是說他的任何的行為系統 就會 shut down 然後這時候 當達成平衡之後 shut down 之後 小孩子又可以繼續去探索了 所以所謂 attachment 跟 exploration 達成的平衡 就是 attachment behavior 不會隨便出現 他只有當孩子的 sensor 感受到 跟他的 set point 之間 不平衡的時候 他才會出現這些 attachment 的行為 為的就是 能夠讓他 feel secure 這個 secure 可以是一個 物理距離 也可能是一個 心理的距離 就是我知道我現在 如果出了真正的危險 我的媽媽來救我的可能性 是夠高的 是我可以容認的 那你到底會做出 什麼樣的 attachment behavior 我們這些都叫 attachment behavior attachment behavior attachment behavior 就是 當你覺得你危急的時候 你可以把媽媽叫回來的行為 都叫做 attachment behavior 那這些 attachment behavior 有些是天生就有的 比如說你哭 可是還有一些行為呢 是慢慢孩子 根據他們的互動經驗 學到的 而這個 sensor 為什麼這塊畫的都不 都不講話呢 就是因為這個 set point 事實上是慢慢學會的 set point 因為有些小孩的 他的 current condition 是這樣 他只要叫一聲 他就知道他媽媽會回來 他就不記得 很快地叫 但是有些小孩子他會發現 他媽媽要非常 rejecting 然後要非常決定就是一定要我孩子很獨立 所以呢我一定要哭到就是 幾百聲之後我媽媽才會出現 那我還是早一點哭好了 所以隨著 隨著年齡的改變 隨著他們互動的歷史 所以就是 Parent child interaction history 當這些history慢慢的累積之後 孩子他的 appraisal system 他appraisal 這個行為到底 嚴重到什麼程度 會跟 set point 之間會 多出來還是少了 等等 這個 appraisal 就會改變 所以他的行為什麼時候出現 而且什麼時候要出現 哪一種行為是有效的 也會改變 好 那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隨著孩子的認知發展 剛剛開始只是 可能只是行為層面 從行為互動中 可能只是 attachment history 讓他知道說 在什麼樣的狀況底下 媽媽會不 available 什麼樣的狀況底下 媽媽是會 available 他可以叫得住媽媽 因為他自己個人的狀況 以及母親過去 給他的回饋 讓孩子去決定說 這個 set point 要設得多嚴 多鬆 然後他對媽媽的印象是什麼 然後這樣的一個 evaluation 會決定他什麼時候 activate 所以意思也就是說 每個孩子 成長的過程中 他慢慢的這個 系統裡面的 殘屬會改變 套具如果你放在系統控制的概念裡面去看的話 就是每一個機器他最後的系統會自己學習 自己改變 然後尤其智慧型的系統 他是會改變的 好 那每個人會有不同的參數的 那過去的互動歷史 慢慢的造成改變 然後隨著認知發展 這些改變 不但只是行為上的 而且變成小孩子 慢慢變成小孩子 就是會 internalize 這些經驗 然後最後 變成的不只是行為 而是 chall's internal working model of self others and the world 好 剛開始只是行為改變 可是這個孩子慢慢會長大 長大之後過去他跟別人的互動 他在什麼樣的attachment system裡面 做了什麼樣的行為 會得到什麼樣的反應 慢慢的隨著他的認知發展 隨著他的自我概念的發展 慢慢的他抽象化 內化 internalized 變成了孩子對世界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把孩子從過去的attachment interaction 所獲得的概念 抽象的概念 我們給他一個名詞 這是學者給他的名詞 叫做 內在 運作 這個 working model 翻成運作 叫做內在 運作 模式 這套內在運作模式裡面有的 就是我覺得我自己是不是 deserve 被人家關心 我是不是一哭了就會有人來找我 我還是要大哭二十聲三十聲 別人才會來找我 或是別人永遠都不會來找我 我對世界的看法是什麼 我對我身旁的 significant others 的看法是什麼 這個世界是不是一個可信的 這個世界是不是一個 responsive的世界 這都會慢慢的從我從小的互動歷史裡面 去內化 然後轉換抽象化 變成我對世界的 我對自己的看法 這就是 attachment system 他基本上是 neurological based 但是問題是說 這個 neurologically based 這個 system 他是隨著你的經驗慢慢的累積 而讓這個 system 有了他自己的生命 去轉換出來的 好 那透過這樣的一套模式呢 我們在講個別差異嘛 對不對 所以心理學家就開始去把孩子們 分成不同的類別 因為你們是青少年心理學的課 所以我不會講到 孩子們小的時候 從嬰兒期 我們的測量方法 以及 比較詳細的內容 但是我等一下在講青少年的時候 還是會提到 因為到了青少年期 Attachment system 已經內化 已經抽象化 已經變成了一套 Internal Working Model的概念了 所以呢 有一套的 最經典的測量方法 叫做 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 請你看到268頁的 最下面 到了青少年期 當我們不是在測量 Attachment behavior 而是在測量 每個人的Internal Working Model的時候 我們是用物談的方法 那這套物談的方法是一個 半結構式的物談 那我們給他的名詞就叫做 成人依戀訪談 成人依戀訪談 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 簡稱AAI 成人依戀訪談 在這個訪談的過程中 我們會問受試者非常多的問題 而透過他怎麼樣去描述 他跟他的主要照顧者之間的關係 而我們把他們 分成了不同的類別 其實應該是可以分成四類 可是你們的書本上只有三個點點 因為他把secure attachment的那一類 暫時就沒有寫了 那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這四類的人 有什麼樣的特色 第一類叫做secure 它是你們書本上沒有標出來的那類 所謂的securely attached 的青少年 跟他們的父母親的關係 請你看到200 現在沒有 那個第一類 所謂的secure 就是 一個孩子 他可以非常有效率的 把他的父母 把他的主要照顧者 當作安全堡壘 意思就是說 當你去給他一個危機情境的時候 他可以很快速的 去 用這個危機情境 把這個人當作安全堡壘呢 然後就是 去 透過這個安全堡壘 找到自己的 安全感 所以如果說一個孩子 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會看到他 馬上哭 馬上去找 attachment figure 馬上請他把他抱起來 然後抱起來之後就 黏在媽媽上 我們就是把 主要的照顧者 就簡稱媽媽 主要照顧者不一定是媽媽嘛 對不對 那我們就簡稱媽媽 我以後下面就用這個 媽媽這個名詞 所以呢你就是 小孩子就突然一下就是 緊張了或是難過了 他就去找媽媽 然後 媽媽把他抱起來 很快的他就可以被安撫 被安撫之後他覺得安全了 他馬上就下來又開始去玩了 又不理媽媽了 丹林跟范蘇一樣 OK 這是好事 因為他已經得到了安全感 他就下去做他的 exploration 了 所以我們會說這些小孩子是 efficiently use the mother as the secure base from which to explore 這一類的小孩子呢 通常在一個 population 裡面 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孩子都是這樣 然後他在 AAI 就到了大了以後 他在 AAI 裡面 對於在這個訪談裡面 對於這個主要照顧者的描述 以及他的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的描述呢 我們說他的特色是所謂的 coherent and open-minded 對於這個人 我上次有跟你們講 天下沒有完美的父母 所以一個孩子他去講他的父母的時候 他會 很直接了當地告訴你說 喔 我覺得我媽這樣 我覺得我媽那樣 但是我怎麼樣 我們兩個關係是什麼樣子 你看到他的整體的敘述是 是和諧的 是有意義的 是 coherent 的 這是第一類的 我們再看下面 我們就知道怎麼樣叫做 那個不是 coherent 了 第二種呢 你們書本上寫的是 dismissing avoidant attachment avoidant attachment 是對於小小孩的名詞 就當我們在小小孩形容他的 attachment behavior 的時候 我們會用 avoidant 就是所謂的迴避型的小孩 意思是說這些孩子 他在 危急的時候 他不一定會去找父母 但是 他自己其實是心裡很緊張的 他很想去找 甚至我們在實驗室裡面 我們會去 偵測到 當他遇到危急 或是父母突然離開 回來的時候 他看到父母他其實是很緊張的 然後他的那個 心跳血壓是加速的 就是 是有反應的 但是他不去找 那為什麼呢 我們覺得過去的經驗 可能是這個父母親呢 順便說一句 這secure 的爸媽的特色就是 sensitive responsive 那這個意義我們已經講過了 那所謂的 dismissing 或是 avoidant 的父母呢 這些父母其實並沒有壞意喔 我們常常聽過一種 child-rearing philosophy 一種 教養兒童的哲學 就是說 你最好離孩子疏遠一點 早一點不要去理會他 讓他有他的空間 這樣他才會長大比較快 可是從心理學的角度 可能會用 rejecting 來形容 這些父母親 但是這個 rejecting 背後的父母 他並不一定是惡意 他只是在他自己成長的過程中 他就有一套 child-rearing philosophy 是 我要放我的孩子 出去 我要比較 比較讓他自己去決定他的事情 這樣他長得比較好 將來 適應社會的能力比較好 可能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他做了這樣的事情 是比較 rejecting 的 好 那這些孩子長大以後 他就把他自己的 attachment 組織成什麼樣子呢 我知道我要獨立 我知道別人是不會來幫助我的 所以我要把我自己所有的 emotional system shut down 因為我大聲哭 父母親不一定會來幫我 我的 attachment system 裡面 我如果 attachment behavior 裡面 用哭的 用叫的 用巴著不放的 只會讓父母親更嫌惡 所以我就是要努力 就是獨立 然後我最好為了 conserve my energy 就是因為我哭也沒用嘛 那我哭幹嘛 白費力氣 所以這些孩子可能 哭的反而更少 他不會哭了 因為他知道他哭沒有用 而且他到了長大以後 當你去在 attachment interview 裡面 去問他說 你的父母是什麼樣的父母的時候 這些孩子通常會說 我成長跟我的父母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我是自己長大的 所以我覺得親子關係跟我的成長過程 其實沒有太大的連結 dismissing 或者有一種孩子也會說 我覺得我的父母是全世界最好的父母 他們是沒有過錯的 你不用來問我說我爸媽長什麼 什麼樣子有什麼過錯 我覺得他們就是很完美的啊 我爸媽是理想型的父母 所以我們會說這些dismissing 的小孩子 有所謂的 over idealization 的現象 或者是 一方面是有這個 過度理想化的現象 那有些就是完全 dismiss 覺得這個家庭 父親子關係這件事情 在他的人生經驗中對他的成長 是沒有任何重要性的 那這些孩子通常大概 差不多在population 裡面 大概佔差不多百分之二十吧 我剛剛說這個是三分之二嘛 那 這個差不多佔百分之二十左右 而且這些孩子 雖然看起來是很獨立什麼 但是請你翻到438頁 438頁已經到了課本最後 開始講一些病理的東西的時候 他突然冒出來了這句話 438頁的倒數第二段 開頭有一個人名叫做 Alan Struth Alan Struth 這一段的第四行 第三行第四行 第四行好了 他說 that conduct problems in adolescence are related to avoidant attachment in infancy 這個所謂的 avoidant 迴避 其實就是跟 dismissing avoidant 是指行為 dismissing 是指 internal working model 所以就是說這些孩子其實 到了長大以後就比較有一些 違反行為操心的問題出現 那是這些孩子是 這樣的狀況 但是也不是說所有的人都會這樣 只是在 conduct problem 的小孩裡面 dismissing the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是出現的 機率是比較高一點 其實有些很多孩子是 dismissing 但是 一般來說他的社會事情 是沒有問題的 第三種小孩 我們叫他 preoccupied ambevalent attachment ambevalent 是講attachment behavior 叫ambevalent 那什麼叫ambevalent 他的中文翻譯叫做 愛恨交織 所謂的愛恨交織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呢 我們看到小baby 大概差不多一歲的小孩在 這個危急的狀況的時候 會出現的是 他需要找媽媽來陪他 然後他哭著去找媽媽 然後要抱 然後抱起來之後 他就在媽媽身上 不是像那個secure的小孩這樣子 就是抱得緊緊的 而是呢 抱起來他就在媽媽身上扭來扭去 扭來扭去 抱著就是怎麼樣抱都覺得說這孩子不舒服 然後呢 扭扭扭扭扭扭扭下來以後 媽媽就說 好那你不想抱是 那我把你放下來 就放下來 這baby 就很生氣又大哭 然後就說好像說 你為什麼不好好的照顧我 抱我 我明明就是要抱 然後又把他抱起來 然後就開始打 開始在媽媽身上打扭啊搞啊 然後好那放下來 再起來 再放下來 好所以呢 他的attachment system 一直不shut down 他一直這個moto一直在轉一直在轉 這是一種moto的空轉 就是一個冷氣機的效率不高 好所以呢 他是不能夠efficiently use the mother as a secure base from which to explore 他一直陷在這個attachment system裡面 因為他一直要去找一個confirmation 來讓他覺得這整個的系統是夠安全的 然後讓他能夠把自己能夠 shut down 這個motor 然後回去探索 但是這件事情對於 ambivalent 的小孩子來 很難 為什麼很難呢 因為我們過去的研究發現 這些所謂的preoccupied 或者是ambivalent 的小孩 母親的媽媽是主要照顧者呢 是所謂的inconsistent 他對小孩子的方法就是 有時候很好 有時候很糟 他有的時候available 有時候不available 所以他就是在這個過程中 讓孩子是 讓孩子覺得這個媽媽是 要寫好一點 這個孩子讓媽媽覺得他是不可預測的 這個孩子讓媽媽覺得他是不可預測的 他的照顧模式是不可預測的 有的時候當我危急的時候 媽媽會出現 有的時候當我危急 當我很難過 我需要emotional comfort 的時候 媽媽不會出現 所以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來 什麼時候不會來 什麼時候能夠幫助我 讓我覺得安全 所以呢 我就moto 不轉的轉啊 然後把那個我的聲量變高啊 然後就是讓我的聲量不斷的變高 讓我用各式各樣的 戲劇化方法 來 make sure 這個媽媽會出現 然後讓我的 set point 這個 security 能夠達到 所以呢這個 secure 的小孩就是 insecure 的 ambivalent 小孩就是在這個 不斷的空轉之中 在做這些 attachment 的行為 他到長大以後的 internal working model 所謂的 pre-occupied 意思就是說 這個孩子 他在 interview 裡面 通常 pre-occupied 的媽媽 的 interview 都很長 都要講很久 因為他 一直在那個 incoherently 去形容 一下說我的媽很好 一下我說我媽媽很糟 一下說這個 一下說那個 然後而且呢 你找不到那個脈絡與邏輯 那個脈絡與邏輯 很難抓得清楚 然後而且他就是 有時候又 complain 有時候說他很好 又是 就是 pre-occupied 這那個情緒 在那個 relationship 裡面 就是被那個 relationship 裡面的情緒所佔據了 所以一直在空轉 所以這個 這樣子的一種 形態呢 會 predict 是你再回到 438 頁 同樣的那一段 Ellen's roof 的那一段 在那一段的第二行 你會看到說 其實很多人他是有 anxiety problem 的時候 他有焦慮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是跟 比較大的比例的人 其實是 pre-occupied relationship 然後這些孩子呢 在 population 裡面 我們說大概百分之十五吧 最後一種孩子叫做 unresolved disorganized attachment 這一組 其實是 等到大家都把這些 coding 都結束之後呢 又發現有一些人 特別難以去 code 然後他們就把他抓出來 重新去看他們的內容之後呢 就發現說這些人 他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在 interview 裡面是 是更沒有組織性的 更 disorganized 更 disoriented 會那個 coherency 是更差的 然後呢 他們有一些共同的特色 所以把他分出來 那這些人的母 的媽媽的主要照顧者呢 都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 你會發現說這些人的媽媽 其實他自己有一些 unresolved trauma 比如說 重要他人在你 就是非常需要他的時候過世 然後 尤其是意外 意外身亡 讓他沒有時間去解決這些問題 然後 and loss 然後有一些是 abuse experience 是他自己被 abuse 或者是他 看見別人被 abuse 就是這些 很 traumatic 很創傷性的經驗 會讓這個 照顧者變成的特色 就是他會 over anxious over protective 然後over protective 到一個你沒有辦法想像的地步 到一個你自己 就是一般的正常家族裡面 沒有辦法想像的地步 就是這些媽媽 過度的保護 或者是 對孩子的安危什麼等等的 非常非常的在乎 然後到了一種 讓這個孩子失去了他所有的 這個生活的可能性的地步 好 那這些經驗所造成的孩子呢 他就是 對 人生有 很大的恐懼感 然後 對很多的事物都有很大的恐懼感 而且呢 就是 當他在 interview 的時候 就是你會發現說他整個 internal working model 裡面的那個結構 是 無組織的 然後是 disoriented 那這些人呢 他是有非常高的比例 變成就是有 心理病理的問題 所以 我剛剛講的 這些 這三種 那 secure 的不要講 dismissing 跟 preoccupied 雖然我剛剛指出了在課本上 已經給你們寫出來 說在 anxiety 的 problem 或者是 conduct problem 裡面 比較有大的比例的機率是 這樣子的孩子 但問題是說 一般的孩子來說 他們還是可以 正常生活 只是他們平常可能對人 對事的方法的角度 可能比較不一樣 但是真正 disorganized disoriented child 他會比較容易 就是真的在 心理病理上會出現一些問題 好 那我剛剛少講了一個部分 就是 我前面都會特別去講說 一個小孩子如果在小的時候 他如果是 attachment behavior 是某一個 style的話 他大概做出什麼樣的行為 但是我剛剛好像忘記講 所謂的 disorganized 的小孩 他 activate 他的 attachment 的行為 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這些研究者就發現說 孩子能在 在危急解除 媽媽出現的時候 這些孩子呢 的行為是 所謂的 disorganized 那怎麼說 secure 的小孩 當他危急的時候 他去找媽媽 媽媽把他抱起來 很 efficiently 解決了他的擔心 然後他就可以放下來去玩 insecure ambivalent 的小孩 他覺得媽媽不可得 所以他要想盡辦法去 用各種戲劇化的方法 讓媽媽 做出足夠多的 保證 讓他感覺到 secure 的行為 所以這些孩子他也有一個 行為的組織與目標 就是我多做一點嘛 我不信任你 我就多做一點嘛 我對你生氣 我就表現出來嘛 然後多做了以後你就會 總之會在裡面 陷在那裡面就會讓我 終究感到安全感 然後呢 如果是 rejecting 的父母親 dismissing 的話 或者是 avoiding 的小孩的話 那他就是知道說 父母不可得 那我就安安靜靜的 自己 想辦法解決我的問題 那我把我的情緒包起來 不要再去 浪費我的 自己的 energy 去哭去鬧 因為沒有用 所以他的行為 也是有一個目標 有一個組織 去做這件事情 可是所謂 disorganize 就是說當他碰到這樣的情境之後 他不知道他的 你看不出他的 目標 他的行為目標是什麼 比如說我們在實驗室裡面 看到這媽媽進來了 孩子就是 繞著房間跑 然後有的時候衝到媽媽那邊 然後衝到一半 愣在那邊不敢動 然後你覺得他好像是要 是要親近媽媽 可是他又愣著 然後又好像 不知道要做什麼才好 就是 我們前面三種 孩子在實驗室裡面 我們看到就是 媽媽就是危急之後 媽媽出現之後 我們都可以說出一個故事 講得出這個孩子 在做這些行為的時候 可能有的目標是什麼 可是 這些小孩 我們看不出那個故事性 看不出那個目標性 然後看不出那個組織性 所以他從小在行為模式上 就是disorganized 那等到他長大以後 在做interview 的時候 你也會發現 更多的incoherence 是非常非常的明顯的 以上我們用 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 去解釋 不同的 到了 大了以後 quality of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在個別差異上 通常在研究界 大家怎麼樣把它分類 那下面我們要講的事情 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既然把這些孩子 分成了不同的類型之後 我們要做的事就是 那我們可不可以 用什麼樣的方法去 解釋說我們講這麼多 individual differences 到底有什麼重要性 它的long term consequences 是什麼 如果要講到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的long term consequences 我們分成兩個角度來講 第一個角度 當然是小的時候 青少年的時候 你跟父母親的關係 你這個quality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到底in the long run 對於小孩子的事 對於 就是 這個家庭 就是他跟父母的關係 就是到底有沒有什麼 造成什麼後果 小孩子的成長 不只是跟父母的關係而已 比如說他的道德發展 他的value system 然後爸爸媽媽 我們等一下還要講 爸爸媽媽怎麼樣去 在成長的過程中 as a manager as a monitor 什麼等等 就是 在成長的過程中 小的時候是relationship quality 那長大以後 那個socialization 的過程 爸媽對孩子 有沒有效果 除了用 parenting style 之外 那爸媽 其實對孩子身上做很多事 對孩子有很多的影響 這些影響是不是 真的能夠加諸到孩子身上 讓他往正向的方向走 那我們當然就發現 secure 的小孩 他在成長的過程中 比較容易接受父母的指導 接受父母的 guidance 然後就是朝著正向的角度 去進行 這是第一點 就是他的 function 他的 social function 是因為好 就是 long term 的 social function 是比較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 parental influence 是比較有效的 是 effective 然後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呢 我們這個叫 A 好了 這個叫 B 呢 就是說 那我們的 quality of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是不是永遠一輩子就 stable 就我小時候是 insecure 長大了是不是就會變成 還是 insecure 還是 insecure 還是怎麼樣 就是我小的時候跟父母的關係 是不是到了大 就永不翻轉 是不是一種 early determinism 的現象呢 我們想要問的問題是說 那小時候的 attachment quality 到了長大 還是這個 quality 他是不是會維持著 一直朝這個方向 就是 小時候好就好 長大 就不會改變 那所以 這就是一個 early determinism 的問題啦 然後呢 現在已經有長期追蹤研究了 那 長期追蹤 十五年以 十五年 我們這樣子分好了 十五年跟十五年以上 這個已經是一個 meta analysis 就是他已經綜合了所有的 過去的研究 有很多是覺得有效果的 那可是現在有 最新的 meta analysis 就是不同的實驗室做的結果 告訴我們說 十五年內 他的 stability 是 significant 可是呢 研究者用了一個名詞 叫做 significant 常常用這樣的說法 就是 attachment stability 是長期來講是 significant but modest 我想大家都已經知道 significant 是什麼意思 我們都做了統計 modest 是謙虛的意思 所以意思就是說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早期是 secure 或 insecure 長大以後呢 是從機率上講 是有顯著相關的 但是在十五年之內的相關 並沒有很高 那到底什麼樣的原因 因造成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從小到大會改變 有幾個不同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 是因為生活環境改變了 我們會發現 比如說 比如說家裡有 家庭的這個變異 比如說經濟狀況變異 讓家裡的壓力變大 父母爭吵變多 父母的感情不一樣了 會讓這個 小孩子也受到影響 因為父母親教養的 就是觀照孩子的方式不一樣了 那也有可能呢 是另外一個因素 就是到了青少年期之後 這個孩子 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 Change of family structure and status 那有可能是經濟上的 有可能是婚姻上的等等 或者是有家人過世等等 第二個呢 其實是一個青少年自己的特色 就是一個孩子到了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之後 他其實 他的 perspective taking 改變了 當他的 perspective taking 改變之後 他回過頭來看他的父母的關係 以及他跟他自己父母的關係 你會發現說有一些孩子 會開始從父母的角度去思考 他當年為什麼這樣對我 我們曾經看過一個 attachment 的那個 interview 的文本 就講一個 一個女生 他那時候已經大概差不多二十歲了 然後二十幾歲 然後已經自己變成媽媽了 然後呢 他就在講他自己的人生經歷 然後我們在 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 裡面 問他說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你跟你母親的關係 他就 他就直接了當地講說 我跟我母親的關係 就是一個非常 abusive 的關係 我小時候被我媽媽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就是其實是非常悲慘的 但是我現在跟我媽的關係很好 因為狀況改變了 因為過去他是因為什麼樣的原因 造成了他經歷這樣的事情 那他用在我身上 他那時候年輕不懂事 他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現在 我們都長大了 我們都怎麼樣了 然後呢 他就是用一個非常非常 第三者 旁觀者跳出來的角度 從一個旁觀者去思考 自己那個時候的特色 自己母親的特色 然後在一個 perspective taking 的過程之中 他可以用一個非常非常 coherent 的角度 去描述這段親子關係 而且給他一些正向的價值 所以我剛剛特別寫出來 到了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 的時候 其實你看的不只是 當初 爸爸媽媽怎麼對小孩 當初這個孩子是怎麼樣的 就是attachment behavior 是怎麼樣 而且是看他現在 我剛剛特別寫出來 coherent 對不對 我剛剛特別寫出那個字來 coherency 其實在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 的 計分上面 非常非常重要 就你會看到這個人 他最後在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 被評定為是secure的小孩 因為他的coherency 實在太好了 然後他的正向的調整實在太好了 所以你的internal working model 並不只是 死的僵化的 接受父母親過去 給你的responsiveness 的高低 或是sensitivity 的高低 是隨著你的成長 你的internal working model 是一個有機體 然後這個有機體 讓這個受試者 我們叫他 叫做earned security 我們特別給他一個名詞叫做earned security 每個人長大之後都有一個機會 就算他跟他父母的關係再怎麼不好 再是dismissing preoccupied disorganized 他都是一個成人了 他都有他自己的 formal operational learning 的能力了 他都有一個 perspective taking 比較高階的perspective taking之後 他是可以自己把他的 安全依戀的形態給震來的 ea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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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urity 他是自己掙錢 掙來的那個 掙來的 earned security 這是所謂的long term 那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講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關於attachment 我們要講的他後面的long term consequences 我們剛剛說了這個 long term consequences 諸教我問我要插哪裡 我現在就後悔了 就是long term consequences 我已經講了 就是他如果說是secure的話 他的social function 比較能夠受 比較好 因為受父母的影響 父母親可以給他的很多的幫助 他都可以接納得了 而且他也比較stable 就是這個quality 本身 是不是stable呢 到了青少年期以後 就從小時候 就比如說一兩歲的時候 就測量一直到青少年期 大概十五年 十六年大概都會存在 可是long term consequences 就是會不會再長 可能就是不一定了 我覺得在這邊比較有一點 attachment 這個主題 在青少年期 我今天來講的時候 比較有點困難的原因是說 他其實剛開始 根本不是一個青少年的研究或是理論 attachment 的理論 是一個嬰兒期的理論 所以我剛剛講stability 講的是從嬰兒到青少年的stability 不是青少年到以後的stability 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 從嬰兒期講的理論 所以青少年期已經是在講他的long term consequences 就是你小時候有好的secure 到了青少年期你就有機會 比較容易去接受父母的指引 比較對於很多的社會上的事情 都比較有信任 因為你的internal working model 是比較正向的 所以剛剛如果我講了什麼東西 你覺得不清楚的話 請你從嬰兒期開始思考這件事 可能比較清楚 但是我也告訴你說 attachment 的理論 可能不是一個early determinism 因為到了青少年期 當你的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出現 然後你有能力做好的perspective taking之後 你可以去改善你自己 跟父母的關係 然後你也可以在你的internal working model上面 去做一些調整 那這些往後的long term的發展 其實青少年期就已經是那個long term了 因為他是一個小時候的理論 然後是嬰兒期的理論 那如果這樣講的話 希望你們對剛剛的整個說法 會更有感覺一點 那我們下面還要再繼續講 security 到底 對青少年還有什麼影響 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你的romantic relationship 你跟父母的關係 跟你跟情侶的關係 是不是有一些相像呢 請你翻到書本上的270頁 發展心理學家 測attachment relationship 非常辛苦 小的時候用observation 長大了以後用interview 然後還要做coding 去編碼 然後還要做 interrater reliability 可是社會心理學家呢 就走了一個簡單的路 就有兩個人 叫做 Schaeffer 和 Hazan 這兩個人 他們呢 就想了一個法子 說哇 這個 attachment 的理論 在發展心理學 這麼風行 他們就在 他們所服務的 學校的那個城市的報上 登了一個廣告 就說 心理學家在做研究喔 那我們想要把人分成三種 那麻煩你們回應 然後他們在報上登了廣告的三種 是哪三種呢 請你看270頁 270頁 Hazan and Schaeffer 1987 就中間有一段 那個字體比較小的字 對不對 其實他就在 報上登個廣告說 請你read the following three paragraphs 這三段描述三種人 請你告訴我你比較像哪一種 第一段 I find it relatively easy to get close to others and I'm comfortable depending on them and having them depend on me I don't worry about being abandoned or about someone getting too close to me 我不擔心別人會把我 丟掉 我也不擔心 就是別人跟我太靠近 這是第一種人 第二種人 I'm somewhat uncomfortable being close to others 我不喜歡跟人家太親近 find it difficult to trust them completely to allow myself to depend on them No 不行 我不能夠依靠他們 nervous when anyone gets too close to me 別人太靠近我 會讓我覺得很難過 bothers me when someone tries to be more intimate with me 想要跟我有親密的關係 我覺得很不舒服 第三種人 I find that others are reluctant to get as close as I would like 我都跟別人 跟別人很想很親近 可是別人都覺得不舒服 然後覺得懶得跟我理我這樣子 often worry that I my partner doesn't really love me 擔心我的伴侶不喜歡我 不愛我 然後不喜歡跟我長久在一起 I want to get very close to my partner and this sometimes scares people away 好慘的三種人喔 對不對 後面兩種 你看看 你看看他把他分類 第一種就是叫做 secure attachment style Attachment style這個字 請記得是社會心理學家在講 romantic relationship 才會用到style這個字 發展心理學家不講attachment style 沒有這個名詞 叫attachment classification 社會心理學家叫做style 第二種就是avoidant dismissing 就是我懶得理人家 我覺得別人就是希望跟人家有距離 第三種他叫做anxious attachment 叫做焦慮型的 所以他沒有什麼disorganized 這種型 因為發展心理學家就是後來發現這種型的原因 其實是又經過很緊密的測量之後 然後去預測後來的psychopathology 預測後來的心理病理 社會心理學家只分成三種 這三種人基本上你們會發現 secure的人比較 原來跟父母比較secure的人 他比較容易變成secure的attachment style 然後insecure avoidant的也比較容易變成avoidant style 他是有一些相關性的 但是最有趣的是 因為我們剛剛 擦掉了 就是我們剛剛有講到attachment是會改變的 對不對 就是他的stability會改變 其實很多人在改變 除了他因為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的時候改變之外 還有可能是他結婚有伴侶之後 他如果剛好很好的碰到了一個secure的人 這個secure的人給他很多的安全感之後 可以把那個人當做secure base之後 通常這個不secure的人 也會慢慢的在他的生活中有所改進 對人生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security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因為 我們說伴侶之間也是一個attachment figure 就是 愛情關係更複雜 因為他是你的partner 他是你的很多很多的朋友 然後是你的 很多很多的老師 然後同時也是你的attachment figure 就是愛情關係裡面 對方 是有很多很多的功能與角色的 你如果把對方 永遠當成attachment figure 我告訴你 你死定了 如果他永遠把你當成attachment figure 他也死定了 沒有人能夠承受得了 因為愛情關係是比較多樣的 但是還是有一個部分是跟security有關 所以你有的時候是那個baby 你需要靠你的另一半來照顧你 尤其當你危急的時候 你會把他當成一個secure base 但是有的時候你要跳出來 自己當secure base 在對方的危急的時候扶持他 然後可是你們兩個都要互相 use the other one as a secure base from which to explore 這是attachment 可以在愛情裡面 可以產生的許多的功能 但是千萬不要把愛情只想成attachment 因為他其實愛情的角色是非常多樣的 好 那我把attachment就講到這邊 可是下面有三件事情 我要做一點點社會教育 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剛剛講了很多secure的 爸爸媽媽是sensitive and responsive sensitive and responsive 不是all or none 不是yes or no 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你生了一個baby 你們將來都可能有機會做復補 當你生了一個baby之後 小孩哭了 你正在洗澡 你要怎麼辦 你要be sensitive responsive 就是不管生氣二十一 你就趕快插了趕快出來 趕快去管小孩嗎 不必 小孩子是有他的resilience的 sensitive and responsive 是一個relative sense 你要先把做父母要把自己先照顧好 你自己的心理健康之後 你才能夠be sensitive and responsive 千萬不要覺得說 我父母親以前都沒有對我這樣 我要補償我的小孩 我要做個完美的母親 天下面有完美的母親 我要做個完美的母親 所以我就是 什麼事都以他第一為優先 然後我要做到最好 不必不必這麼苛責自己 就是sensitive and responsive 只要你盡力 盡量做就好了 但是 把自己照顧好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還有第二點 Attachment 是 relationship specific 雖然社會心理學家說 那是 attachment style 我們發展心理學家 不這樣子去想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你跟父親的關係 你跟母親的關係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跟你的父親可能是secure 你跟你的媽媽可能是insecure 你跟你的父親可能是ambivalent 你跟你的母親可能是avoid 或是dismissing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 我們都不只 大部分的人都不只經歷 一個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甚至有些孩子是阿嬤養大的 那可能你跟阿嬤也有一個relationship 那這些relationship specific的狀況 總合起來 變成你 所以你不要太擔心自己 一定跟誰誰誰的關係是怎麼樣 你是一個綜合體 而當你在養小孩的時候 如果說你的伴侶跟你自己 跟孩子的關係不一樣的話 也許也就是互相的能夠互補 能夠陪孩子長大 所以不要把這件事情看得這麼絕對 不要把它看成一個 trait 看成就是 你就是這樣了 大部分的人他其實也都是一個綜合體 第三件事 就是說台灣也有心理學家 在做輔導的訓練 就是怎麼樣可以把 insecure的人 放在大學的輔導室裡面 用一些方法讓他們去 重新去思考自己的父母的關係 那我所知道的 就是他們用forgiveness 的概念 用寬恕的概念 去做一些團體輔導 那也看到了成效 就對大學生來講 讓他跟父母的關係有所進展 所以基本上 attachment 的理論 不是一個 尤其是這些個別差異 不是 early determinism 那我們都有改變的可能性 所以這是一些社會教育 提醒你人生的光明的 人生的光明念 以及不要太苛責自己 然後不要想著太 想要對對方 或是對你的孩子 太 responsive 太 sensitive 而造成自己的困擾 所以我們講了A 跟 B 之後 我們要講 C 這是大概是 Parenting 裡面最大的兩個理論 我們已經講完了 那我們下面要講的是 Parenting as monitor Parents as monitor 父母親有monitoring 的功能 請你翻到書本上兩百六十頁 Parenting as monitor 作為父母有什麼樣的 monitor 的功能呢 美國有一家電視台 可能到現在還是吧 每天晚上十點 他就突然一下 電視會出一個 滴的聲音 然後所有的廣告跟影集就停止了 然後就開始問你說 你知不知道你的孩子現在在哪裡 他跟誰在一起 然後他在做什麼 他什麼時候要回家 所以這些很簡單的 where 他現在在哪裡 他跟哪些朋友在一起 他在做什麼 他什麼時候回家 這是 4W question 其實是最容易去 問說爸爸媽媽對一個青少年 是不是有monitoring的 功能還存在 好 那這些功能其實對孩子 非常的有意義 但是問題是說當你在想要 達到這些功能的時候呢 你有一些做法 那書本上就有一個研究把它分成三類 這是技巧的層次了 solicitation control 跟snooping solicitation 就是 你問他 你現在要去哪裡啊 你要跟誰在一起啊 你要出去啊 你幾點回來 當父母親這樣問你的時候 你大概覺得很煩 那什麼叫做control control 呢 其實說穿了是 rule setting 就是我們剛剛想到的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他跟孩子 聆聽 討論 give and take confrontation 之後 他們set一個limits 然後set一個rule 然後在這個rule底下 孩子知道他幾年要回家 孩子知道他 不能跟誰在一起 孩子知道什麼 知道很多事情 所以你的control就自然發生了 那還有一種snooping 其實就是跑去偷窺的意思 就是去翻他的日記啊 去什麼等等 偷聽他的電話 翻他的手機啊 什麼等等 所以你可以想想到 父母親可以用各式各樣不同的方法 monitoring 那當然這個是最好的 這個是最糟的 這個是會讓小孩子嫌煩的 所以技巧上面 其實就是我們會說 其實 parenting 是 proactive parenting 是最好的 proactive 是事前就先做一些判斷 事前就做一些行動 他不是 reactive 不是反應性的 而是 proactive 就是說我事前就先做一些事情 把這個rule先做好了 然後有了 rule setting 之後呢 還會要有 rule enforcement 我不斷有 rule setting 而且我 enforce 這個 rule 所以孩子知道說我不是講假的 我們討論了那麼久 然後決定了這件事情 是這樣就是這樣 你不能夠隨便 就是去 violet 這個 我們的 agreement 你說到了要做到 不然懲罰可能也可以事先先講好 然後還有呢 就是 所謂的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所謂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的意思 就是說 我要想辦法 看怎麼樣小孩子呢 會願意做自我揭露 self-disclosure 自我揭露 而且他不是故意隱瞞 你會發現到了這個年紀 我想這個台下的各位也是一樣 有很多人就說 哎呦 回家就開始跟我媽講 開始跟我爸講 我好像沒有辦法隱瞞什麼 咚咚咚咚咚 做這個做那個時候 什麼話就出來了 就自然而然的 他們就都知道了 好像沒有要故意隱瞞 可是有些孩子呢 就知道說我什麼話都不要講 所以這個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的意思 就是說我怎麼樣 讓爸爸媽媽到了一個年紀之後 孩子到了一個年紀之後 怎麼樣能夠讓孩子在不知不覺中 就願意透露他的 information 然後有些事情呢 你不願意多問 就不要多問 那有些事情你覺得 要問的時候 偶爾的 solicitation 不能夠太多 那我們就發現說 如果爸爸媽媽平常是 responsive 的 是有 rule setting 的 其實孩子反而在這個 boundary 底下 我們剛剛講了嘛 就在這個 權限底下 他覺得他有足夠的自由度了 他不會害怕告訴爸媽 他在外面做的事 交的朋友 去了哪裡 然後甚至會說 我跟你說一件事情 我其實買了你很久 我想想我還是可以跟你講 他就自己講出來了 因為他相信他的父母 他相信他的 boundary 在 他知道他什麼可做 什麼不能做 他不會隨便願意去超越這個 rule 所以真正的 就是民主的 supporting 的父母 其實是需要給 guidance 的 就像我們上次在講家庭系統的時候 就孩子如果說家裡沒有一個規則的話 他覺得 無所不可的話 那就變成了野處 他流連的地方就變成了野處 他就不是一個家了 就變成無所不可 其實孩子是很慌張的 沒有一個 boundary 的地方 其實他是很慌張的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孩子 就是老師把自己關起來的 也是就發現他的 adjustment 也不好 然後 antisocial behavior 也比較多 然後 academic performance 也不見得好 所以這是 parents as monitors 再下一個 我們把 parents 看成 manager 爸爸媽媽看成所謂的經理人 這個經理人呢 書本上給了你們一個說法 我覺得非常有趣 叫做 the regulator of opportunity 他是決定孩子的人生機會的一個 調節者 這是什麼意思呢 從小 他決定你去上什麼學校 教什麼樣的朋友 去教堂還是去別的地方 參加什麼還是去參加童軍 禮拜天早上是去童軍還是去教會 然後呢 他就是在你的人生之中 一直給你不同的機會 遇見不同的人 學不同的才藝 然後 見識不同的 地點 比如說帶你去旅行 而這整個的結構 會決定你自己的資源在哪裡 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這是父母做的事情 可是他如果把你綁得太緊的話 你會覺得不舒服 但是他如果給了你一個 again boundary 給了你一個boundary的話 給了他很多的機會 與選擇 孩子還是有選擇權 怎麼樣在這個 opportunity 裡面 讓孩子有自己的選擇權 去找到孩子自己要的東西 父母親其實是一個 manager 的角色 所以 當你自己當了父母之後 不要隨便把這個 manager 的角色給忘記 但是也不是全然的控制 那這個當然是要有一點 藝術的 那同時除了這個 平常的 這個小孩子 opportunity 的 management 還有一個叫做 family management 叫做家庭管理 那家庭管理 管理些什麼呢 比如說 孩子每天的daily routine 你幾點回家 幾點上床 幾點 幾點做功課 幾點洗澡 幾點什麼 那小時候慢慢慢慢 慢慢從小養成的習慣 然後到 青少年怎麼樣放寬 這個過程算是一個 daily routine 的 management 還有一點 在台灣我覺得越來越沒落 其實在西方現在 非常非常重視的 就是routine of family activities 中秋節 端午節 過年 家裡的人過生日 大家怎麼慶祝 大家每次都做什麼事 那你看到西方社會 對這件事情重視到一個 就是 連他們的餐廳 什麼擺盤啊 就是在家吃飯啊 一起做飯啊 誰來啊 誰等 雖然很繁複 但是我這次去 然後又跟過去幾十年前的經驗 又發現說 他們一直都在 很多的中產階級家庭 一直在維持著這個部分 那不像我們越來越多人 就是過年的時候跑出去旅行 然後年夜飯也不吃 就大家出去旅行一場 那看起來是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 但是好像那個 daily routine 或者是 節日的routine 對傳統的routine 反而失去了 讓孩子的這個 這個identity裡面 缺少了那個家庭的節慶的部分 其實是蠻可惜的 所以這些東西 事實上是爸媽的management 然後讓孩子在這個 這個整個的過程裡面 去了解自己 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然後自己的 把自己的過去的 就是很多的傳統 build up 在他的身上 對他的self identity 也是一個 很重要的部分 最後最後 parenting 快講完了 我們要講的是 成年萌發期的parenting 成年萌發期的parenting 其實就是大家這個時間點 請你看272頁 Emerging adulthood 是一個非常 特別的一個時間點 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你要去決定 你要把 過去的哪些自己 留下來 你要把 過去的哪些自己 丟開來 成為更新的一個自己 從青少年早期開始 identity 的 issue 慢慢慢慢成形之後 你就不斷地在做這件事情 因為現在青少年期長 所以到了你們這個年紀 甚至到了 出了 就是大學畢業以後 都一直還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就需要有很多的機會 能夠知道自己到底 要留下什麼 要丟掉什麼 要創造什麼 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家庭的 support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那些uninvolved parents 就是到了 大學畢業 或是到了大學 就馬上全部不管你呢 你其實是會很驚慌的 但是同時呢 如果管得太多了 書本上第四行 就告訴你一個名詞 叫做 controlling indulgent style 就既是 permissive indulgent 又是controlling 就是好像對你很好 什麼都替你想 非常responsive 但是問題是說 對你的控制又非常非常高 是控制 而不是像剛剛的 authoritative 一樣 是setting rules 然後給你空間 給你 boundary set limits 給你 boundary 讓你去發展 只是他execute the rules 所以這些controlling indulgent style 的 parenting 其實會讓孩子非常驚慌 因為他沒有 沒有一個機會去發展自我 那麼更說穿了呢 你們書本上有出來 另外一個現在非常流行的字眼 請你看 這一頁的第四段 第四段的開頭是 there is concern when parental support becomes too intensive 在那個 too intensive 那段的第三行 出來一個名詞 就叫做helicopter parents 直升機父母 他就不斷地在你的上空繞 一到哪裡他就跟著繞到哪裡 你要做任何決定 他就幫你 就一直在你旁邊繞繞繞繞繞繞繞 那這些直升機父母造成的結果 爸媽是非常非常的involved 在你的所有的生活當中 甚至到了大學 我們以前大學哪有什麼新生進來 還有一個家長溝通的什麼會 我從來沒聽過 我上大學 我爸媽第一次到靜台大 是我畢業典禮那天吧 但是現在時代不一樣了 就是家裡生的少 每個人都那個去 就是到了大學還有很多家長的會啊 什麼等等的 那我自己當然我兒子 行生訓練的時候 我也有去他們戲商廳啦 我也是有的 因為學校都邀請你啦 對不對 你就是會去 但是就是時代不一樣了 但是好 這樣的一個過程就是 讓 parental involvement 很容易就自然而然的多了 不但是 不但是父母親關心孩子 就是整個的社會 也在鼓勵你 去對小孩子越來越關心 越來越關心 那就小心一件事 就是小孩子的 autonomy 會不會被你給擋住了 就是他上大學以後的 autonomy 會不會被你給你擋住了 這其實是 非常非常的 要小心的一件事 我怎麼找得好像 在講那個 parenting 的演講一樣 你們總是會當的 所以這是 B2B 這 B2B 這名詞已經出來了 叫做什麼呢 叫做 back to bedroom back to bedroom 的意思就是說 小孩子已經出門了 已經出了家庭去住在外面 因為要上學 因為要出社會 然後最後又搬回家裡 就是所謂的意思就是 back to the bedroom 就是回到你自己的那間老房間去 就是現在有很多的所謂的 B2B child 或者是什麼 boomerine child boomerine 是澳洲的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歸去來西的那個丟歸去會回來的那個回旋圈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有一種說法叫boomerine kid 叫做 B2B kid 就是你這個 helicopter 一直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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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就一直沒有 autonomy 一直都找不到自己的時候 他最後就 還是回到家裡 就是變成父母親要養很久 養一輩子 那我想 你們自己都不願意當這樣的小孩 那你們的父母應該也是不願意你們這樣 希望你們去探索 去發展 所以就是 了解這件事情就是 Helicopter parents 其實是不好的 以上 我們就把 Family 講到這邊 青少年的家庭裡面 其實它說本上有很多的內容 但是沒有時間全部都在上課的時候講 所以我就是把 家長 你跟家長 這一塊 講得比較仔細一點吧 應該要讓大家知道的事情先 說一下 誰 我會説 吱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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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吱咰